Hello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基斯坦老师 今天我们又来一口气全舰队 从头到尾不剪辑一个教程 顺到尾 首先我们第一步先铺上一个大红色也行 猪红色也可以 铺完色之后呢 我们用手啊 时间的把这个颜色给铺一下 你先便问我左下角为什么先不画 铺完之后呢 我是建议用刀子稍微刮一下 只留下底色一个红色就好了 不然也太红了对吧 然后拿一个加州橙也行 橙色也行上一片颜色 这样呢我们故宫的墙的颜色呢 就会更有意思 如果你纯上一个大红啊 或者是一个珠红色啊 可能太过鲜艳了是吧 左边其实留白的原因也挺简单 就是想着你回头画竹子的时候 去修饰竹子的边缘的时候 你可以不断的用你的笔啊 不断的去在左边去添颜色的同时 还能塑造出一个比较尖锐的边缘来 这样呢你就会更加的省油画棒 你不能像有些同学一样 去把油画棒给切割一下 削一下像削铅笔一样 那是太爆脸天悟了 我们作为一个非常朴实的一个孩子 是不可以进行这种操作的 我觉得实在是谈过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拿了一个绿色去画上竹子 基本的这个走势 这个绿啊 其实最开始我家的这个浅颜色的绿啊 我觉得没必要 以我现在的视角来看的话 我觉得没必要还不如直接拿一个绿 你拿着高尔勒呀 或者其他的油画棒呢 其实它就是一个绿色 就是一个绿色 但是你在画之前呢 我希望大家稍微的先进行一下练习 练习一下画竹子 这种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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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感觉 你比方像像现在基森老师画的时候 你觉得基森老师画的得心应手 那是因为这个课堂之前 我进行了大量的这个竹子 一片一片的练习 让我自己能够在画的时候 起码看起来没有那么糟糕 不说是每一片竹子 你都能够排列 把它放到合适的位置吧 那起码你每一片 那个小竹叶 起码有是两头尖尖 像柳树叶一样吧 这样看起来它会舒服吗 这里就用到一个砂浦绿 这是我喜欢在丙烯里面的一个说法 就是一个砂浦绿 其实在这里面应该就是个绿色 然后再加上一个浅绿色 这个浅绿色也可以用什么黄绿啊 之类的去代替 大体上你画上一堆叶子之后 然后你就深颜色的画完 再画浅颜色的一点点慢慢画就好了 这个也没有什么多说的 我觉得整个的故宫系列 唯独这幅画最没法讲 纯粹的就看你个人的一个水平发挥了 很多人翻车 也很多人不翻车 有的人就喜欢就是给自己做点空间 不被条条框框约束住 有的人呢就喜欢 就不喜欢这样是吧 恨不得有一个从头到尔保姆式的教程 拿着你手带着画 画的时候你还注意 吉他老师还加了一点蓝色 这个蓝色呢 你看加上还挺漂亮的 说实话 这个蓝色我用的应该是一个 天青色或者是一个天蓝色 其实随便一个不要很重的蓝都挺好看的 确实随便一个不很重的蓝真的都挺好看的 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待会你画完了之后 你差不多就可以把左边稍微的去补充一下 你看现在我在一点一点一点的去找 刚刚去修饰这个竹叶的这个边缘的时候 其实就像我最开始说的 前面呢就一点点你看 稍微稍微涂一涂左边 然后再去修整一下 稍微涂一涂左边再去修整一下 这样呢永远能保证有一个比较尖锐的边缘嘛 这叫防化于未然 这叫还有一个词叫啥来 叫未雨绸缪对吧 画完这个之后 然后我们再拿着我们白色的这个油画棒进行去刻画 当然这个白色油画棒呢也是比较讲究的 你像用高尔的701啊 估计就能这一定能上上次 还有其他的一些牌子 可能现在的白色其实都挺好用的 你像卢本斯啊 还有那个爱美金啊 他们的白色都还是不错的 当然我最推荐的其实是 尤其是对新手来讲 我最推荐的其实是用丙烯进行刻画 丙烯的话 你起码在把握细节的能力上面会更好一点吗 画完这些雪花之后 又到了我们最喜闻热见的这个铺雪的环节了 你就还是老样子嘛 是吧 会画星星 你就会画这了 铺完雪之后 稍微等它干燥一下 你可以拿着手给它稍微抹一下 当然你不抹这也无所谓是吧 但是我是抹了一下 因为我总归是觉得这个雪花嘛 没有那么那么的亮对吧 没有星星 星星是直接是发光的 但咱的这个雪花呢 是有点普通的 好 那这幅画就到这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G3老师 给我点个赞吧 非常感谢大家的感谢大家的感谢大家的感谢